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483章易变 药剂一定被人动过手脚 否则的话 它不可能易变得这么快 叶浩轩盯着01号 时不时长大的脑袋 严肃地说 难道是 那个护士 浅田真子联想起来 那名为01号注射药剂的护士 他不由得悚然一惊 他这才想起那名为01号注射的护士 表情有些阴冷 动手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叶浩轩摇摇头 玻璃罩内的01号越来越狂躁 他狂吼了一声 身体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他身子下面的合金床 被他硬生生地从地板里面震了出来 伴随着他剧烈地挣扎 他双手上的合金手铐 竟然硬生生地被从正中间爆断 他猛地向玻璃罩上撞来 正在玻璃罩外面看的众人 无不吃了一惊 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砰 01号重重地撞在了玻璃上 他的脑袋上蹦出一股深褐色的液体 玻璃丝毫没有损伤 他反而被震退了数步 下手 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 叶浩轩喝道 不 再看看 我们这里的玻璃是最新器材的防弹玻璃 一定能困住它的 浅田真子道 他的话音刚落 01号再次重重地撞了出来 喷一声巨响 那号称世界上最先进防弹玻璃 竟然产生一道纵横交错的裂痕 这不可能 浅田真子师生喊了出来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01号 他心中涌出了怪物两个字 他竟然能用脑袋 把世界上最先进防弹玻璃给撞裂 这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就在众人吃惊的时候 那01号向后缓缓地退了几步 他双眼中闪着妖翼的鸿芒 他再次向前猛的一撞 砰 又是一声巨响 防弹玻璃上那个裂痕 发出一声细微的咔嚓声 玻璃已经到了临界点 如果再这么来一下 玻璃绝对会被撞得粉碎的 01号摇摇晃晃地退了几步 然后再次向前冲来 啪 叶浩轩及时地按下一个红色的按钮 只见玻璃罩的四周 喷出一股股的白气 这种气体是含了生化强酸的剧毒物济 它所产生的温度是在零下数百度 能把一切特体瞬间冻住 然后物济会产生强酸 把里面所有的东西腐蚀 01号发出私声的吼叫 它的声音里面含着无尽的痛苦 它双爪抱着脑袋 半扶在地上 竭力的吼叫翻滚着 虽然它的生命体征极强 但是这种生化物济就是专门研究用来对付它的 尽管它的能力比正常人强上数倍 身躯几乎是刀枪不入的躯体 但是在这生化物济中还是慢慢地倒了下来 它的声音越来越小 呼吸也渐渐地变得微弱 随即便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了 看这防弹玻璃上一个小小的液晶瓶 上面的各种数据都成为了直线 这表示室内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 打开门吧 浅田真子叹了一口气 他感觉到很失败 现在只希望01号的遗体骸 能为他的研究做出点贡献 慢着 再等等 叶浩轩眉头一皱 他明显地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他觉得01号没有这么容易就死了 他已经死了 还等什么 浅田真子有些莫名其妙地说 你之前了解过他的身体特征 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地死了 叶浩轩问道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他确实很强 但是我们制出的生化物技是专门用来对付他的 如果再晚的话 他的遗体就会彻底地腐烂甚至气化 到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一点研究价值了 浅田真子说 哪怕是没有研究价值 也不能放他出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叶浩轩说 你觉得我们的生化物技对他没用 这可是我们经过无数次实验得来的 浅田真子觉得叶浩轩太过于小心了 真子 不管怎么说小心点没大错 我觉得你应该听叶军的 浅田真树说 浅田真子不语 虽然心里有些不甘 但是他还是默默地退下了 的确 小心一点没大错 又过了十几分钟 室内的白雾渐渐的散去 只见01号的尸体上已经开始腐烂 他的身体强度果然很强 这种生化物技 如果是换了人在里面 恐怕整个人在瞬间都会被化成一具白骨 但是他在里面待了这么久 竟然只是身体有些腐烂 这让人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开门 浅田真子咬咬牙 他右手按在一个按钮上 只见玻璃罩里面喷出净化物技 把残余在空气中的毒素全部清除了出去 等玻璃门一开 他便匆匆地走了进去 叶浩轩和浅田中村紧跟着进去 另外有一对警察 举着手中的枪也跟了进去 死了 一名助手拿着一个生命 探测仪在01号的身体上扫了扫 然后对浅田真子摇摇头 做好取样 然后放到冷冻室里面去 接下来准备好对他的尸体进行解剖 浅田真子叹了一口气 几名助手点点头 当下便有人推过来一个手推车 一个人拿出了一个裹尸袋 打算先打01号装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看到01号的额头猛的一跳 他还在进化 所有人 马上退出去 叶浩轩大吼了一声 就在这个时候 01号突然睁开双眼 血红色的双眼显得十分的可怖 他一跃而起 身上腐烂的地方快速的蠕动着 在短短十几秒钟人便急愈合 伴随这些光一闪 走在最前面的两名助手 连惨叫都没有来得激发出来 两人重重的在地上一顿 瞬间便没有了声息 01号一跃而起 他的速度极快 身形几乎是化成了一道残影 向那一排斥这枪的警察攻了过去 羞羞羞树声响 伴随这一阵痛苦的惨叫与血光 有数名警察 直接被撕成竖断 有一名警察 被01号扯断了手臂 他躺在地上高声惨叫着 开枪 浅田中村持起手中的手枪 对这01号便开了起 余下的警察 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纷纷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 室内一时间硝烟四起 01号的身体在室内灵活地跳跃着 尽管子弹很密集 但是大多数都被他躲了过去 他的四肢退化 就像是一种动物一样用四肢在室内跳来跳去 他的四肢紧紧地贴在屋顶上 冲锋他的子弹把强体的石屑纷飞 突然 他一声嘶叫 猛地从屋顶上跃了下来 落地时重重地把一名警察扑倒 伴随这一声惨叫 那名警察 几乎是在瞬间被他抓得血肉模糊 后支在地上重重地一顿 01号一跃而起 直接冲破了房门跑到了走廊里面 追 不能让他跑了 浅田中村按下了下紧急按钮 整个实验室里面铃声大作 浅田中村带这剩余的几个人冲了出去 你没事吧 叶浩轩拉起坐在地上的浅田真子 他的脸色微微的有些发白 刚才那一幕给他带来的冲击太大 没 没事 浅田真子定了定神 他从腰间抽出一把手枪道快追 不能让他跑了 他一边说 一边向这01号逃走的方向追去 实验室里的防线不可谓不严 但是01号的攻击性极强 而且普通的子弹 根本对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被他冲击 浅田中村带这人紧紧地追着他 前方一间地下制冷室出现在眼前 01号直接冲破了房门 钻到了制冷室里面 浅田中村紧跟着进去 只见眼前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空调主机 这个地方是中央空调的调配室 室内的面积极大 他一挥手 数名警察马上分散开来 他们三人一组 小心翼翼地向前搜索 中村 他去哪里了 浅田真子的叶浩轩一起冲了进来 浅田中村做了个静声的动作 他一边举起手中的枪 一边向前走去 叶浩轩手里扣了几根银针 他的神念四散发出 四周的影像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脑海里面 突然 左前方一个巨大的跪姬后面 有道极强的沙翼传来 这道沙翼非常血腥 非常凶残 他心中一领 沉声道 小心 几乎是在他喊出的同时 只见跪姬后面有一条残影 急速掠出 他向这三人所在的方向就扑了过来 浅田中村的反应不可谓不慢 他一个翻滚 滚落在一条跪姬后面 叶浩轩则是一把拉住下傻在当场的浅田真子 迅速地一个翻滚找到了掩体 砰 01号的四脚重重地蹲在地上 他坚硬的四脚就像是铁柱一样 把在地上的混凝土砸得粉碎 然后他迅速地一个反身 向浅田中村冲了过去 浅田中村一个翻滚 身形滚开的同时扬起手中的枪队 他连开了竖枪 浅田中村的枪法减准 他这束枪都向这01号的眼睛上击去 虽然01号的皮肤极其坚韧 但是眼睛却是他的弱点 这几枪积德他连连地后退 抬起前肢去挡浅田中村的子弹 这几枪积德 这几枪积德 这几枪积德